出埃及记 第23章 不可传播谣言 也不可与恶人携手做假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诉讼的事上随众说歪曲正义的话 也不可在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如果你遇见你仇敌的牛或是驴走迷了路 就应该把他牵回来给他 如果你看见恨你的人的驴浮在重担之下 不可走开不理他 你应该与驴主一同卸下重担 不可在穷人诉讼的事上歪曲正义 要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 因为我绝不以恶人为义人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明眼人变瞎 又能歪曲义人的话 不可压迫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者的心情 六年之内你要耕种田地 收取地的出产 但是第七年 你要让地歇息 不耕不种 使你民间的穷人可以有吃的 他们吃剩的 田间的野兽可以吃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这样做 六日之内你要做你的工 但第七日你要安息 好使你的牛和驴可以歇息 并且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 也可以有时间喘息一下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你们都要小心谨守 你们不可提别神的名 也不可让人从你的口中听到 每年三次 你要为我守节 你要守无效节 要照我吩咐的 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 吃无效饼七天 因为你是在这个月 从埃及出来的 你们不可空手朝见我 又要守收割节 就是收在田间 你劳碌耕种所得出熟之物的节 也要在年底守收藏节 就是在田间收集你 劳碌所得之物的时候 一年三次 你所有的南丁 都要朝见主耶和华的面 你不可把我寄生的血 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 也不可把我节日寄生的纸油 留过夜到早晨 要把你地上最盛好的出熟之物 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中 不可用山羊膏母的奶 去煮山羊膏 看啊 我在你面前拆派使者 好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预备的地方去 你们在他面前要谨慎 要听他的话 不可违背他 不然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 因为他是奉我的名来的 如果你实在听他的话 遵行我吩咐的一切 我就要做你仇敌的仇敌 做你敌人的敌人 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走 领你到亚摩利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那里去 我要把他们除掉 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像 也不可侍奉他们 不可做他们所做的 不可模仿他们的行为 却要把神像完全拆毁 打碎他们的住相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就必赐福你的粮和你的水 我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在你的境内 必没有流产和不育的妇女 我必使你一生的兽数满足 我必在你面前 展露我的威严 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必使那里的人民慌乱 又使你所有的仇敌 都转备而逃 我必在你面前 打发大黄蜂 把西魏人 迦南人 贺人 都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我不在一年之内 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恐怕这地变为荒凉 又恐怕田野间的走兽 多起来害你 我要渐渐地 把他们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等到你的人数增多起来 承受那地为止 我要限定你的境界 从红海直到菲利士海 从旷野直到大河 我要把那地的居民 交在你手中 你要把他们 从你面前驱逐出去 不可与他们 和他们的神立约 不可让他们 住在你的境内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如果你侍奉他们的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罗